2013年,世界吉尼斯记录组织颁发了一个证书,是世界上最长寿的女性。这个女性的名字叫大川梅佐去,是一个日本老人。这个老人跨越了19、20、21三个世纪。这个老人在1898年出生,在2015年去世,活了117岁。你能认出哪个是大川梅佐去吗? 大川梅佐去,出生在一个做和服生意的商人家里。排行第四,年轻的大川梅佐去,是一个大美人。在1919年的时候,结婚大川梅佐去了。后来孕育了三个子女。她的丈夫,在三十多岁的时候,就去世了。大川梅佐去就一个人,抚养孩子长大。大川梅佐去的子女,也很长寿,如今都九十多了。孙子和曾孙,也有好几个了。 大川梅佐去面相,有一点点吓人。但她很有同心。头上别了朵小花,在获得吉尼斯世界记录之后。大川梅佐去,接受采访。 记者询问大川梅佐去,健康活到百岁的原因。老人回答,其实也没有什么秘诀,就是吃好。老人也不挑食。养老院说老人喜欢吃什么,就给老人吃什么。寿司是大川梅佐去最爱吃的食物。尤其是青鱼寿司。而且大川梅佐去,每天都保证充足的睡眠。 除了2013年。大川梅佐去因为摔伤,没有锻炼之外。她一直都坚持锻炼。后来因为受伤坐在轮椅上之后。大川梅佐去,就无法进行正常的锻炼了。 但是,养老院工作人员说。虽然大川梅佐去减少了锻炼的时间。但是身体条件并没有减弱。只不过,因为年龄问题,听力有所下降。大川梅佐去,获得世界吉尼斯记录。在2014年的时候,大川梅佐去的食欲,有所减少。后来因为健康的心态,食欲渐渐好了起来。2015年的3月5日。大川梅佐去迎来了她。 117岁的生日。这一天大川梅佐去的儿孙,都来为她庆生。就连大阪市东筑集区的区长都来,为大川梅佐去庆生。区长小苍建宏,问大川梅佐去。这117年,生活得如何?大川梅佐去回答,说过得很幸福。并且过得很快。小苍建宏,还给大川梅佐去,献了鲜花。 大川梅佐去,2015年的4月1日,早上的6点58分。大川梅佐去,驱使于大阪市的一家特殊养老院。这使得她小年117岁。在日本,有2.5万多的百岁老人,并且超过87%是女性。 这些数据,仅仅次于美国。